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 橙子哥哥今天要带你们去抓宠物小精灵 那现在出现在屏幕的是橙子哥哥 让我们来看一下 哈哈是不是很帅气呢 是一个黄毛的小只 然后啊戴着一个小帽子 让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旁边是没有什么小精灵是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哎好像有些发光的地方 让我们点一下 好像也没有是吧 那我们再跑起来 好走动 跑起来跑起来 呃这附近好像 哎前面好像有一只 让我们去看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抓到一些幸运的宠物小精灵 附近好像都没有宠物小精灵呢 我们来看一下 哎前面好像又有一些动静是吧 要不橙子哥哥用一个吸引宠物小精灵的东西 用一下这个 这个用了之后呢 就会把 这附近的宠物小精灵都吸引过来 然后啊 我们就可以抓宠物小精灵哦 哎 出现了出现了 出现了 这个出现了 来来来 我们赶紧来抓一下 好 丢球 丢球 没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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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又没丢中 浪费了附近哥哥两个球 又没丢中 天哪 哎 还没丢中 拍张照先 我们再试一下 再试一下 这次一定要丢中 哎 好 抓到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 什么 宠物小精灵 耶 成功了 哈哈 那附近哥 第一只抓到的宠物小精灵 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一只鸟兽的 是我们的小鸟 是吧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只 宠物小精灵 好 我们来查看一下它的属性 然后还有它的血值 它的重量 好 那这是我们第一只抓到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附近 都有哪些 宠物小精灵 现在这个吸引宠物小精灵的功效还在啊 好 让我们跑起来 看一下会不会很好运 抓到皮卡丘 我们来看一下 哎 出现了出现了 出现了 快点 出现了 这是一只什么 双头的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来抓 我们把它抓住 好 好 那我们现在要丢球咯 看一下能不能把它丢中 咦 看一下能不能抓到 它还在挣扎 在挣扎 抓到抓到 抓到 耶 我们又抓到了一只是吧 抓到了一只 两只头的 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这是什么 宠物小精灵 哈哈 很可爱的 宠物小精灵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知道的可以跟陈子哥哥说 那我们再来 再来看一下 诶陈子哥哥快升级了 陈子哥哥现在是两级 Level 2是二级是吧 那我们收集到的 宠物小精灵现在已经有两只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让我们走起来 这附近好像都没有什么宠物小精灵 是吧 诶诶又出现了 出现了出现了 又是这只鸟 让把它抓住 诶 来来来 让把它抓住 好 好 丢球准备 准备丢球咯 耶 看一下能不能抓住 我们来看一下 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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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哈哈 那我们又抓住了我们的第三只 从小今年是吧 这是一只小鸟 哈哈 那跟我们第一只抓到的是一样的 我们在 在附近再走走看看一下 会不会碰到皮卡丘啊 你们也可以在你们 家里看一下能不能抓到宠物小精灵哦 哦 这里好像有个山店是吧 哦 这是一个公园 在这个山店里呢 我们可以买到一些宠物小精灵的球 或者是一些蛋 然后这里是一个竞技场 在这个竞技场里面呢 我们可以和其他的宠物小精灵的捕捉子 一起进行战斗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竞技场 但是又要升到五级才可以去 陈子哥哥现在是二级 所以等级还不到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公园 那陈子哥哥其实是想看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宠物小精灵 诶 又出现了 又是这一只小鸟 陈子哥哥已经抓到好多只了呀 怎么办 把他拍张照 好 让我们把他抓住吧 基本上呢没有什么是抓不到的 那当然也是因为 没有什么比较难的宠物小精灵 那么当我们走进这个公园的时候呢 他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东西是吧 我看一下 进去这个商店 哇哇哇哇 好多好多好多 那旋转这一个呢会有很多 宠物小精灵蛋 还有一些神奇蛋会出现 我们可以点击它 然后可以获得 太神奇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获得了哪一些 获得了几个宠物小精灵 还获得了一些 怪兽蛋 有一个蛋 有一个神奇的蛋 是吧 这个蛋呢是要孵化器才可以孵化的 那神奇哥哥现在还没有 我们现在有七只 从小精灵 六只 三只鸟一只小老鼠一只妙猫龟 还是双头鸟 那我们看一下附近 还有什么神奇小宝贝们 跑起来 前面好像有一些草 有一些动静 是吧 诶 天啊 这是一只全新的虫小精灵 这是一个钳子兽 好 我们把它捕捉 先拍张照 好准备要捕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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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 怎么 怎么都 好 抓住了哈哈 来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抓住 耶 那我们又抓住了一只是吧 这是我们的 什么怪兽呢 这是前子怪 Pinster 哈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他的名字吗 知道可以给我留言咯 好那陈子哥啊 已经升级 然后获得了一个升级徽章 我们再来看一下 诶 这是一只小老鼠 天啊 把它抓住 看他在哪里 诶 找到了找到了 我们来丢球 哦天啊 又丢错了 耶 抓住了 哈哈哈哈 那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抓住他 成功 哈哈哈哈 那我们又抓住了一只 看一下这只是什么怪兽 这是我们的小老鼠 我们看他的牙齿 好大 他还会叫 啊 这是他的叫声 啊那陈子哥啊已经升级升到三级了 像这些地方的话 他会显示 哦这附近其实是一个麦当劳 但是呢也是一个竞技场 然后这里也有一个很大的竞技场 但是要升到五级 出现了出现了 妙娃龟妙娃龟 哎 天啊天啊天啊 那我们把他抓住好不好 看一下能不能抓住 这是宠物小精灵 三只最基本的宠物小精灵之一哦 哈哈 来 发射 哎 抓住了 看一下能不能把他抓住 跳走了吗 哎 抓住失败了 让我们再来试驾 天啊 这只宠物小精灵太强大了 一定要抓住 一定要抓住 哈哈 那妙娃龟 就被我们抓住了是吧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 叫声 那陈子哥哥 一共抓住了这么多的 宠物小精灵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叫声 这个 这是我们的前子兽是吧 哈哈 我们来听一下这只 哦 听一下这只 然后再来听一下老鼠的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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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看到了 让我们把它抓住 哈哈哈哈 让我们来丢球 看一下可不可以把它抓住 挣扎 耶 哈哈 没想到最后的这只还可以抓住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信息 这是一只很可爱的 Evil 哈哈我们看一下 他的这个叫声 很有意思是吧 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宠物小精灵 Pokemon GO 今天宝贝孟可宝就到这里 哈哈那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